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一直在讲就是人 它是传统的定义的 受传统的瑕疵 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一点 这个也包括我本人 那比如就是说 这些到了自由社会的人 不论他声称自己是左派还右派 他按照这个自由社会的标签 往自己身上贴 但是贴完了以后 他就真的是自由社会的左派和右派了吗 比如这个王志安事件 是吧 这么一条丧家犬 在被台湾人掐着脖子 照屁股人一脚踢出去了 踢出去之后呢 这个那么台湾人的做法 有没有违法呢 因为他因为王志安的事件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那如果要是秉公执法 那就应该一碗水端平 那么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仅仅是把王志安驱逐出去 那是不够的 你是不是 是不是要把轮系的那些所谓的是吧 那些阿猫阿狗 那些外围或者是 跑到台湾去卖银的那些人呢 是不是也应该要 对他们也要这样呢 但是显然不是 不 显然 我这个想法是 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呢 为什么会没有驱逐那些轮系的人 原因很简单 轮系的那些人是合法入境的 就是大家也知道 我对轮系的人非常的反感 抱歉 但是不管你反感不反感 不管你多么讨厌这个王志安 那都要面临一个问题 一个法治国家 一个法治社会 任何对待这种公民的这些个人的 涉及到政府和个人的这种 在执行法律的这个层面 他都要面临一个 就是他是合法的 还是非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假设王志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不管我有多么讨厌他 我都会在这件事情上为他说话 那么 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 轮系没有遭到炮轰 因为他们去台湾是合法的 他们拿的是商务欠 他们可以上节目 可以去做这些事 是那个曹星成给他们办的这些事 当然了 我这么讲的时候 我也没有切实的证据 只是一些台湾的人都这么讲的 那我就默认这件事是事实 那么 王志安的问题很显然 他就是这种签证的欺诈 很多人讲 他是因为他是拿的是中国大陆的护照 那么他去台湾的时候 他都不是走的正常签证 他应该是拿的一张纸 那一张纸呢 上面有约定的 大概好像是14天吧 约定的这个时间 你不能有商业活动 不能有乱七八糟的 那你很显然 这个狗从 就这位 这坨 这坨 他违反了台湾的法律 所以他被驱逐出境 这是再震荡不过的事情 在这么 是非如此明确的情况下 有一个自称是保守派的人 是吧 那个 这个 这个汉船保守派 公开出来为他站台 是吧 这个人姓陶 陶某 他发了一条帖子 说好多人刚出国的时候 是制度论者 民主灯塔的坚定信徒 希望这次经历 可以让他们深刻反思一下 这句话都没错 没有什么太大错 他说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是没有信仰 作为基础的民主 一定会让左派掌权 左派掌权以后 必然会打着民主的旗号 搞专制 容不下言论自由 把法律武器化 选择性执法 而且为君子 比真小人更可恶 自古以来建立 巴别塔都会失败 总 你乍一看这个帖子 每一句话说的都对 但是他错错在哪 这个帖子 他应用到了台湾的头上 申班印套 这种申班印套 到了什么程度呢 你比如他这个帖子 要讲美国的话 那到大体是说的过去的 因为美国 他是有切切实实的 现代政治概念下的 左派和右派 而且呢 他还不是当 其实当下的美国的 这个左派和右派 他还不是传统上的 左派右派 传统和左派和右派呢 你要是这么丧心病狂的反左 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但当下的这个左派呢 他已经越来越走向激进的 马克思主义化 那对于这个 持有保守观念的人 应该是要反对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要看过斯图鲁顿 或者是这些 索维亚的这些类的人 说你就不会单纯的 或者是教条的 去看待左和右的问题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 因为 因为政治 它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怎么就会简单的 就把这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分成一个左右的问题呢 你这个脑子 是不是满脑都是大便呢 对不对 居然还号称是哈佛的学者 那么问题就是说 你的这些想法 放在美国 放的是大体是说的过去的 你放到台湾就就胡扯了 因为台湾 它三个政党 全是左派政党 台湾最大的问题 是没有形成一个 现代意义的一个右派政党 在台湾呢 也不存在美国式的这种保守派 和美国式的右派 也没有像阿根廷的那种 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右派 都没有 是吧 你不能说是一个没有 不是以前那个 有一个台湾 有一个支持过我的组织 是接近于喜乐岛的 那么一个组织 那他们是 是保守派的和右派的 但是这样的人 他在台湾 他没有政治气候 所以忽略不计 我们可以不提他 所以就说他没有 说的没有 不是说一个都没有 是这个人数已经少到了 忽略不计 那么他已经形成这种政治势力的 不论他哪一派 还是是是是一个 是那个是吧 是什么 清明党啊 国民党啊 民进党啊 或者是这个民众党啊 或者巧克力派啊 等等 那都是左的 都是在公开的拿这个政治政策 去公然的去买票 就是属于典型的这个 就是说 贿赂的方式 用美国国父的话讲 当如果有一天 美国的这个政府 要公开的用这个纳税人的钱去 去是吧 来来搞这种事情的时候 那许诺 那个福利的时候 那这个民主制度也就结束了 当然了 这个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情况远远没有台湾这么严重 因为台湾就是说 每一次那个看聘的时候 他都是 不论是你是哪个派系的 都是在给民众做出一些动听的许诺 我要帮你办这个 我要帮你办那个 就是说 讲的简单一点 我主导的政府一定是给你当爹 我们这个爹是最神词的 那他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 他既然都是左派 那 这个能不能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就不搞了 选举就不做了 这个国家安全就不要了 法律就不用执行了 他不是这个道理 那么 那么在这种既然都是左派 那就全都是烂事的 你必须要选一个 那么最能够守护台湾人利益的 当然是民进党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民进党确实是在左派方面的 政党方面 他是很激进的 比如他支持LGBTQ啊 支持那个一切 这个美国左派所支持的那议题 但是 没办法 对于台湾当下 他的安全要大于 他的这个 这些 这些很现实的这些议题 不论是 他是他在左派上 持有哪些公共政策 或者是哪些做法 他 你这东西 实际上都是 可以慢慢来 因为当下的 对台湾最大的问题 是他的安全问题 他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威胁 来自于中国的这个 这个庞大的这种 国家 国家主义的这种压力 甚至是 他唆使的一票走狗 是吧 对台湾的这个 哎呀 走狗是大陆词汇啊 这很难听啊 不好意思啊 再道歉 但是 但是我确实是找不到别的别的词汇来来描述 因为确实是像那个 尤其是像王志安这样丧家的 对吧 他能够公然的去跑到台湾挑衅 我我真的不相信是他的个人目的 那类似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这么庞大的这种强大的压力 对台湾当下来讲的话 他的 他的这种国家的安全 已经远远的去超越这些什么左派啊 右派啊 资本主义啊 这个福利主义啊 等等这些这些考量 战争面临的时候是不讲道理的 这个是这人类历史就是这样 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在我们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 当一个国家面临巨大的国家危机的时候 他都是这个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的根本就是这种这种国内的议题 都要往后靠一靠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和这些东西也扯不上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台湾他不论怎么讲 他都是一个左派政党 那你这个你因为你不能因为他左派政党 然后你就是说吧 把你那种美国式的反左的精神 直接申搬硬套套到台湾头上 你这不是胡扯吗 更何况这个民进党主导的这个政府 对王志安的这次的处罚没有任何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啊 那王志安就是法律欺诈啊 就是这个你以什么样的理由 这个是吧你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一个自由行的名义进入到台湾的 这当然不允许工作 这个这种驱逐出境在任何法治国家 只要这个国家还有法律 哪怕那都不是法治国家 在专制国家都会这样做 是吧 你不论他是不是专制的 只要这个国家还有移民法 你这种签证欺诈都是要驱逐出境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对王志安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 是吧 然后你一遍又把台湾说成是巴别塔 什么伪君子真小人 这个然后又来力挺这个王志安 您这个您作为一个身称是保守 或者是怎么着的人 一个怎么能够去力挺一个 是吧 极权主义爪牙体制所训练出来的一个肉喇叭 您觉得恶心不恶心呢 所以啊 这个从中国出来的深述这样的一个专制传统 所训练出来的人 不要轻易的给自己贴上左派右偏的标线 你首先你照着镜子 看看自己还是不是个正常人 你先成为正常人 再来谈论 谈论正常人类社会的这种政治问题 台湾的问题当下已经不是一个左派右派的问题 当然对于内政来说 这个左派右派的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 关键是台湾是没有右派的问题 这个是台湾最大的麻烦 那在对待王志安这个事情上也是清清楚楚的 不论他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 这个做法都是正当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您支持个啥呀 有人讲这个美国前两百个这个名校的PhD 都是可以查到名单的 那为什么查不到您呢 那我不知道 反正是中国人嘛 对吧 就那么回事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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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